蒋安湘公所18号中午在清明堂举行了112年 蒋安湘公所优秀员工表扬及发送冬至汤圆的联姻活动 乡长游淑珍准备了丰盛的福袋 送给今年度提报优秀的29位同仁 活动现场还煮了热腾腾的汤圆 萝卜共玩汤还有炒米粉 让同仁们一起共用午餐 乡长游淑珍也很感谢同仁们的用心努力 希望钢铁团队在新的一年可以有更坚强的表现 经过一整年的努力 蒋安湘公所各科室提报优秀员工共有29位 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丰盛的福袋 感谢同仁们的辛劳和认真 新的一年他也勉励钢铁团队要更努力 展现更亮丽的服务绩效 铁人乡长就有钢铁的团队 乡亲口中最缤纷的蒋安 都有大家一起携手共力 蒋安湘是一个大家庭 谢谢每一位公务人员 每一位吉安湘公所的所有的同仁 用心在社区营造跟施政的铺层 今天在冬至的前夕 我们先带来暖暖的同事爱 带来的是吉安的五行汤圆 由最好的有机农业来创造的五行汤圆 跟所有的家人分享以外 更要表扬29位在今年认真付出努力 由客所长选出来的吉安的大家庭 大家用爱出发 让乡亲的服务成为吉安湘公所 第一个要项也成为我们快乐服务 在工作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量能 顺末年终表扬员工及冬至汤圆联谊活动 除了有福带惊喜 还有热腾腾的汤圆 萝卜共玩汤 炒米粉等餐食 乡长游淑珍还特别发送 每人一包吉安湘荣会制作的 五行彩色汤圆 希望同仁们可以和家人 一起团圆吃汤圆 也分享温馨幸福的吉安美好生活 冬至团圆 吉安钢铁团队 祝大家平安健康 耶 谢陆慧吉安湘报导